哈囉大家好 我是查理 今天要跟你們分享的是五支我最近最喜歡的唇膏 然後這五支唇膏呢 有開架有裝櫃的 那大部分的顏色都是 就是奶茶色啊 或是土橘色啊 就是類似的色系 除了有少少的一些粉紅色 然後第一支就是我最近買的 因為它太美了 就是因為它我才有靈感拍今天的影片 就是它 這一支呢是GA的純粹200 這個是國外限量色 台灣買不到 然後我是在那個Selfridge上面買的 我會把連結放在下面 然後這一支呢 其實是化妝師幫我畫的時候 就發現 哇 這個顏色怎麼這麼美 然後看它平身真的就很普通 就是一個完全不會想要用的橘色 可是擦上去以後非常的美 我趕快擦給你們看 好 那這就是GA200上唇以後的樣子 我那個時候就是買完說到 然後插在嘴巴上就開始對著鏡子尖叫 就超誇張的 像化妝 就天啊 這個顏色 就是很 我冷靜 我冷靜 就是它是一個土棕色 然後有一點紅 不管你穿什麼 然後插它都會有一種很 很復古 而且甚至是很法式的感覺 因為它就是不會紅得很誇張 可是又很有個性 然後這一支還有一個很大很大的優點呢 就是它跟別的顏色疊差會超好看 因為我用它那個 我用那個GA的小胖丁的40...406 然後跟它疊差也超美 然後或者是你有500啊或是501之類的 跟它疊差都會超美 就只要疊差在嘴唇的正中間 然後用手指暈染 就會創造出那種超級復古化式的 就是紅在臉橘的顏色 所以我買了這支以後呢 就非常的開心 因為其實那個時候買的時候呢 我就在有一個... 因為其實我已經有另外一支了 我已經有這一支 這一支是200 然後這是200 然後我想說欸 它們兩個這麼像 我真的需要買嗎 然後結果那個化妝師有跟我說 很多粉絲私訊他說 他們買的200是他們買過最不後悔的顏色 然後我現在買了以後呢 也真的不後悔 即使我手邊有一打唇膏 可是這一支還是超美的 就是顏色很美 單擦或是跟別的唇膏疊差 都會創造出很美很美的顏色 所以這一支呢 是我最近就是非常愛的唇膏 真的沒死了 等一下 手臂試色給你們看 它手臂試色看起來就很普通 就是好像一個醜醜的顏色 可是上唇就哇 沒翻天 就是美到會忍不住尖叫 這一支它其實也擦起來很好看 只是它是比較溫柔一點 因為它顏色沒有那麼深 它是202 你看 它這一支呢也是一支很有氣質 很支性的裸色 然後有一點帶土的感覺 可是擦起來完全不會摒氣 所以這一支我也很推薦 可是這一支就是比較 200就是 太美了 復古的那種法式的紅 可是只有在國外網站買得到 或者是蝦皮好像也有吧 那第二支唇膏呢 是這個 它其實不是唇膏 它是唇蜜 是Salevogue這個牌子 這是一個日本的品牌 然後他們家風格非常的極簡 可是顏色都超美 就是很特別又有點文青的顏色 然後今天的這一個是唇蜜 好的 那這就是Salevogue這一支唇蜜擦起來的顏色 它的色套是06 就如果你就是直接擦的話 你會覺得哇超亮 就是有點太亮了 就是你用手指把它抹開以後呢 就是它的亮度會減低 就看起來比較像是一個亮面的口紅 然後它的顏色就是 你們看到的這一種 深南瓜 然後橘色紅色 好難形容喔 就是你們看到的這種顏色 也是一個很有個性的南瓜色 也不算是南瓜 就是磚紅 有個性的磚紅色 然後因為它是唇蜜的關係 所以它真的會有黏黏的感覺 就是比一般的口紅還要黏 可是它的顯色度呢 非常的好 顯色度就跟口紅一樣 都很高 完全遮蓋得住唇色 然後這就是第二支 你們喜歡嗎 我自己很愛 就是這一支其實你也可以薄擦 因為我要示範它的顏色 我就把它擦得很厚 可是你薄擦 就是擦一點點 這樣暈開的顏色也非常的美 這一支 Sale Vogue的06號 那第三支我最近最愛的唇膏呢 就是他們 叮叮 巴黎萊雅的這個唇膏 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這一系列呢 顏色真的都很美 就是 你隨便在那個櫃上拿一個顏色 然後就這樣刷 就會覺得 超美 就是沒有雷射 然後這四支呢 是我平常都會用的 就是很難選 所以就直接這一系列給你們看 這一個 我先說一下這一支 現在看起來 這一支 這一支 302呢 這個我用它 是因為那個時候我買了GA200 可是還沒到貨 所以我就一直很想要擦 那種紅棕色的唇膏 所以我就擦它 然後發現 欸它其實擦起來也是非常的美 就是蠻像的 好那這就是巴黎萊雅302擦起來的樣子 也是很好看 只是它比GA的還要更橘一點 它有一點像是楓葉的紅色 然後它是完全霧面的 那 因為它是霧面的唇膏 所以它沒有什麼保濕的感覺 它是比較算偏乾的那一類 可是也不會乾到你覺得很不舒服這樣子 然後它也是擦起來很有女人味嗎 就是蠻橘的一個紅色 然後巴黎萊雅的這四支呢 我待會會擦兩個在嘴巴上給你們看 先說一下這一支 這一支叫296 這一支296呢 就是我覺得跟GA的202有一點像 都是比較土色啊 裸色系的 這一支它擦上嘴唇也非常的好看 知性的裸色 非常的美 它比較有一點 它擦起來就是比較粉裸 然後顏色真的算是比較偏淡的 因為看起來帶有一點點的紫色 也是霧面的 然後接下來的這一支242呢 是我自己個人 在日常生活中很常擦了一支 它很襯我的膚色 然後又很自然可以天天擦 那這就是242擦起來的樣子 這算是我巴黎萊雅這系列最喜歡的日常色 它是一個帶有一點點橘色的 豆沙嗎 它就是很日常 你可以天天擦 然後上方可以擦不會太誇張 然後這一系列巴黎萊雅唇膏呢 都沒有怪味道 就完全沒有味道 然後是霧面的質地 不會太乾 可是因為它是霧面的 所以它也沒有說到很保濕 它完全不是保濕那一掛的 然後我真的很喜歡這個 擦起來是不是氣色很好 最後一支巴黎萊雅的是這個304 它也是一個土橘色 可是比剛剛的302還要再 嗯還要再淺一點 好那這就是巴黎萊雅304 擦起來的樣子 它呢就是比較淺一點點的 比起302還要淺 然後就更加的土橘 可是沒有那麼的紅 所以我覺得它擦起來的氣色還是302擦起來比較好 可是這一支也是擦起來是蠻有個性的 那這就是巴黎萊雅的系列裡面我示範的 然後接下來的呢還是 就是第四支就是類似的顏色 這一種你看 偏磚紅色蜂葉色的色系 然後這一支也是巴黎萊雅的 可是這一支它的包裝真的很稠 你看它包裝是這樣 銀色整個超稠的 可是它顏色很美 而且是真的很保濕 然後這一支巴黎萊雅的唇膏 它的優點就是它是保濕型的 所以如果你不喜歡乾乾的 你喜歡保濕型 可是你又想要找一個類似這種土橘色的人呢 也可以去找找看這一支 這一支932 只是它這一支呢有一個味道 就是水蜜桃味嗎還是什麼 反正就是它有水果味 然後它沒有亮片 然後真的很保濕又很顯色 然後 它刷起來呢真的很 顏色很濃郁 就是它整個質地是非常棒的 就只有包裝真的太醜 我從這邊這樣子刷給你們看 因為 給你們看 就是被我夾毛抓得超嚴重 好像現在也看不出來就這樣 反正我的手臂有點難試色就對了 因為 就是有這樣這樣的抓痕 因為它昨天去結紮 然後就 它就整個啼笑 就是 它戴頭套的時候呢 就是它把頭套一直要扯下來 然後我要把它戴回去 它就開始 狂抓我 你看 全部都是超可怕 今天比較好一點 然後 給你們看一下 這一支巴黎藍牙 它的質地是真的很棒 非常非常美的楓葉色 所以如果你是喜歡亮面的唇膏的人的話呢 這一支楓葉色也非常的推薦了 那現在呢就是第五支我最愛的開架唇膏 然後這一支呢是OPRA的10號色 這個呢是限定 就是限量的 好像不是常常買的到 今年春天的時候才出的10號紅眉 它真的超美 我放在手上給你們看 好那這就是OPRA的10號紅眉這個限定色 如果現在 我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在賣 因為它是春天的限定款 如果你在架上有看到的話呢 一定要搶 因為它賣完就真的沒了 然後它是一支很好看的粉紅色 擦起來很有氣質 然後我先說明一下這一支OPRA唇膏的特色 它是我最愛的開架保濕型的唇膏 霧面的唇膏呢 我可能會比較喜歡Maybelline 或是什麼巴黎藍牙剛剛那些 可是保濕型的呢 最棒的還是OPRA 因為它沒有顏色 然後它又只能很保濕 它擦的時候你會覺得它化成精油一樣的 所以非常保濕 然後第三個重點是它有染唇的效果 有些人可能會不喜歡染唇 因為你可能會覺得比較難卸掉 可是我很喜歡是因為你吃完東西以後 嘴巴的顏色還是在 所以就不用一直補色 所以這個呢就是我自己很喜歡它的原因 就是你可以放在包包裡面然後隨時想到都擦 然後就是其實最近開架還有出了很多保濕型的唇膏 然後我覺得很好用的就是HIMI HIMI他們家的唇膏呢也很好用 只是HIMI跟OPRA比較差一點點的地方就是HIMI它沒有染唇的效果 所以你吃完東西呢顏色就掉了要補色 可是有些人會討厭比較難卸的顏色的話呢 可能就會比較喜歡HIMI 因為HIMI它就是非常的保濕 然後也沒有味道 然後顏色也非常的好看 這樣的話你就可以去選HIMI 最近XL他們家又有新出保濕型的唇膏 就是方管的 它的顏色也非常的美 可是XL呢被我放在排名比較後面 因為XL它的價錢就是裡面最貴的 可是與其花那麼多錢去買XL 你倒不如去買HIMI 因為多跟HIMI是完全一模一樣的效果 然後我最喜歡OPRA 因為它還多加了一個染唇的效果 就是比較持久吃東西顏色不會掉 好 那這就是以上 就是我最近最喜歡的五支唇膏 就是這一次唯一的粉紅色真的很美 是不是擦起來就是很溫柔 真的很有日本媚的感覺 就是很溫柔的粉紅色 然後我現在呢 就很想要再多加一個顏色 然後那個顏色呢 也是我最近都會放在寶寶裡面的 如果你們有看我上一支的Vlog 我上一支Vlog就是擦它 就是它 Mac Mac的那個叫做什麼 Smokes Almond這個顏色 然後你看它已經被我用到有點太斜了 就是它是一支奶茶色的唇膏 然後它就是很像榛果奶茶 等一下 它擦起來呢顏色也是蠻霧面的 然後非常的襯膚色 就是幾乎什麼膚色的人都可以 然後因為有一次啊 我就是出去的時候 然後我看到我擦的唇膏 我就說這很好看 我從包裡面拿出來給它擦 然後它擦上也很好看 所以我相信這一支呢 是一支真的是很百搭的顏色 然後是奶茶色 那我現在要卸掉這個 有一點捨不得卸掉 因為OPRA這個真的太美了 十號色 好那這就是我嘴唇顏色卸掉以後的樣子 覺得很紅 因為剛剛那支OPRA有染唇的效果 那我現在呢就直接擦 這就是Smoked Almond上唇的顏色 就是一支比較中性的 就是帶有土色 可是又很裸的 我好難形容喔 就是他們叫它 榛果奶茶色 然後它擦上去呢 就是會非常的知性 變得很知性又優雅 然後又很襯膚色 然後這支唇膏 它有個特色就是 它其實蠻保濕的喔 因為一般的 就很多MAP唇膏擦上去的 會覺得阿超乾阿超乾 可是這不會 這個蠻保濕的 比起剛剛巴黎萊雅的方管 還要保濕 然後顏色也是一個 就是性的顏色 好啦那這就是我今天的影片 希望你們會喜歡 然後也歡迎留言跟我說 你們下一支影片想要看什麼呢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啊 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喔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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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